《啤梨漫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三次《啤梨漫步》 《啤梨漫步》 我也說過幾萬次 香港100%是鐵達尼號 不走的人自己看路 對 要自己看路的 其實不要說香港 你不要說這樣 其實去到哪裡都好 其實那個和平時代 過去 去到哪裡都真的要自己看路 無論去到哪裡 好了 我們先說這兩則新聞 第一則新聞 聖保祿病人冠心犯後網 這則新聞我覺得最過癮的是私家醫院 屌你了 聖保祿有關人的事 現在事件調查之中 好了 《啤梨漫步》說 這是個案不屬於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下的事 如果你們發現有違反守則 你們可以去通知香港醫務委員會 如果香港醫務委員會 還有附屬法例 醫生註冊及紀錄處分程序規例 會處理一關國案 他們就會行使紀錄處分的權力 所以現在衛生署不適宜 就個別醫生的紀錄作出評論 你真的沒有人關事? 這麼有趣? 當然要有人關事 這宗案件 首先是私家醫院 我們首先要明白 無論公立醫院也好 私家醫院也好 醫療事故總會出現 畢竟這是人做的事 你不是神 但是呢 我們自己作為普通人 我們都沒有這個專業 譬如你剛才去講那個醫務委員會 其實都是醫生去查醫生 他有個道理 因為你不是醫生的話 你根本都不懂得專業流程 你譬如派這個人去查 很多時候你未必做到一個合理的評論 但很多時候我會懷疑 譬如醫務委員會 是否可以安排幾個 所謂的社會人士或普通人 進去那個言訊委員會裡面 作為一些有影響力的普通人 你當然會有足夠的 醫務委員或者證人 就是醫療界的 去解釋給那些人聽 讓他去理解過程 那是會增加了你醫務委員的公訴功力 要不然 每次醫生查醫生就沒事 好了 之前有提過 去年前年 喂 是不是要將醫生刑事化 那你一講到就講 其實真是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因為一個 誤診或者一個 醫療的事故 要刑事化去錯監 那誰做醫生呢 或者醫生保險 是不是要再加多10萬倍呢 那醫療費要再高 但是縱然是這樣 每一次一出現這樣的事情 結果又好像沒有人要揹飛 我不是說一定要人頭落地 大家要明白 那我就真的覺得 其實真的好無保障 這個已經去到私家醫院了 有個71歲的男病人 今年4月 在性保錄 牙換心粉 手術之後 由ICOU 轉到普通病房 留醫期間死亡了 死者家屬今年5月 即是4個月前 曾經質疑遠方 對患者心跳停頓的時間 就是講法不一 事隔4個月 死者遺伤 和兒子再次會見傳媒 批評遠方和涉事醫生的回應 都沒有談及 這個醫療事故的責任誰屬 當然不說 你怎麼說 沒有什麼非 至於協助 個案的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就東出醫院和主管醫生承認責任 還原事件真相 好了 死者陳先生 他說 6月的時候 他爸爸5月過世 收到爸爸醫療報告之後 發覺內容多處和家屬所知 和他們當日的經歷是不同的 譬如報告說 爸爸因為家屬的成本考慮 所以要從ICU留醫一天 就轉去普通病房 如果陳先生沒有說過 醫院在這個報告裏 就想暗示 如果在ICU 我們會檢視著老陳先生 就未必會出事 因為他們要求要轉去普通病房 普通病房 我們未必會這樣檢視著他 所以他就走了 一時趕不及 否則他生改這個角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 我想即使是私家醫院也好 不是說病人認為 預算大 就可以 由ICU轉去 如果你覺得他有需要 就買ICU 又或者 即使他要轉去普通病房 我都要密切監視著他 因為情況很危險 你不監視著他 亦都允許轉的 就說我當病人真的有要求 病人家屬 即是你都覺得不Urgint 如果你覺得不Urgint 然後又死亡了 過幾個小時 你是不是也有診斷的問題 所以這些 其實是令人惹人而惑的 好了 陳先生說 他澄清一家人從沒有主動提出要省錢才搬病房 即是醫生說 你爸爸身體OK 所以提出轉病房 那晚我們還很開心 而家人最終 也沒有簽過轉病房的文件 那即是說 你覺得你爸爸OK 就提出轉病房的建議 最終你沒有簽這個轉病房的文件 那究竟有沒有轉病房 他的報告就說 他由ICU留一天轉到普通病房 即是說你們在沒有簽文件底下 他和你們轉了病房 在那時候大家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抹下就不用文件 轉病房 很濕碎 為甚麼 第一是省錢 第二 他可能移回ICU病房給其他病人 而最重要的是 私家醫院以牟利為目的 他叫你轉回普通病房 是醫生覺得你爸爸OK 這個情況可以 很正常的想法 好了 陳先生說 爸爸離世前一天 一時下午 跟醫生說 傷口痛 抵療報告就說 醫生晚上九點幾 才知道爸爸 下腹痛 就沒有紀錄 他在下午 1點 3點半 5點左右 提出 提出 他的套 是持續地痛的 連同上次記者會提到 心臟停頓 分鐘的說法 都有出入之後 他認為報告跟他的認知有很多出入 他說 陳先生說 不敢形容報告所有的事是錯 但肯定有些事是不對 至於遺商 陳太太不特別說 他當然是很傷心 我老公打一洞進來 打橫出去 沒有想過 至於最慘就是 因為 最初安排 爸爸做手術的女兒 可能 他自己覺得 可能 是不是有點累死了爸爸 現在患上情緒病 好了 當然 老人家 陳先生的媽媽還在九十多歲 都沒有交代 陳先生說 他這家人在上次開記者會 五月開記者會的時候 曾經跟院方首次見面 主診醫生和涉事的醫護人員都有出席 但是當他們在6月11日 拿了醫療報告 就是說 剛才他們說的醫療報告 跟事實有出入的醫療報告之後 他說院方就只是派出 說可以代表院長的醫院病人服務經理出來 沒有醫生 當然也沒有被醫生給人 至於這個星期 跟他會面的醫生講解報告內容 原來 跟他們會面的醫生 都是放下搭紙 要求他交費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 再正面接觸主診醫生 為什麼主診醫生要躲起來 其實現在沒有什麼法律程序 為什麼要躲起來呢 好了 鄧家彪 上次記者會 之後 曾經去信過要求聖寶陸遠方交代 但是遠方 及後 就把回覆 鄧家彪立法會議員 要求聖寶陸醫院交代 就把回覆交給死者家屬 哇 哇 鄧家彪 那真的很有問題 是 他真的不敢挖你 你走開 你老婆 你共產黨 民建聯 你老公聯會 鄧家彪 他將來報告 其實呢 如果 鄧家彪說是 represent 這個病人 他起碼要 思思 反鄧家彪 當然 可能他說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去問一下 這個立法會議員 照的應該有些 你問一下病人 陳先生 鄧家彪說 他是否代表和你處理這些 這些 不肯利利 陳先生 說 聖寶陸醫院 處理手法而欺 相當不滿 覺得完全不受 遠方之間尊重 而鄧家彪說 自從上次記者會之後 未見過遠方有任何回覆 顯示不到任何誠意 當然 所以決定在死者離世 五個月後再開記者招待會 即是昨天 以及質疑遠方 為何未有跟從 這個換心反手術指引 自行將人轉到普通病房 以後關注事前 為何沒有人要求病人術前 三至五日 停伏駁血藥 以及進行血液凝固測試 如果 是做這個換心反手術的三日 三至五日前 要停伏駁血藥 以及進行血液凝固測試 現在是沒有人跟你們說 是沒有做了這件事的 你醫 這位會你怎麼解話 你聖寶陸你怎麼解話 聖寶陸你怎麼解話 你去私家醫院吧 我們外伴給他不關我事 現在人是死在你的醫院 是否可以這樣處理呢 聖寶陸醫院回覆記者就說 一直都有跟病人家人 保持聯繫和提供需要資料的 家人也由律師代表和遠光接合 但由於事件 應該由死亡情跟進 我們沒有能夠提供其他資料 所以我說大家走吧 不如 有錢在私家醫院都這麼傻 你不如跟我去馬拉 皇帝又享受 醫療 各個治癡 護士又病 醫生 過來跟我吵你 吹水 什麼 醫療問題 吵你不關事 吵你出去拿著口煙 跟醫生吵你 吵你去公園 停一場 吵你問問到 問到我不好意思 問到我不好意思 他沒有所謂 他說 不要緊 你慢慢我們不急 為甚麼要去出糧 他同時機械你收人錢 他又不是說 要計算到 說到你六幾個病人 那不是的 為甚麼要受這些氣 好了 另外這件事 大家 自己上網看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昨天有個五十二歲 這麼年輕 又是三跑 這條跑道 一個三跑 港珠很大橋 真是奈何橋 收橋補路 這個五十二歲姓蔡的釘板南宮 突然在昨天早上 做了些事 暈倒 陷入昏迷 送遠口不止 那老蔡的兒子 林仔就說 他一家三口 媽媽半個月前輕度中風 需要留意 行動都不太方便 暫時無法繼續 他媽媽做文言 他說今天媽媽知識惡好之後 情緒激動 他趕忙 林仔趕忙去醫院 接回媽媽和安排認屍 他媽媽見到 爸爸最後一面的時候 難點哀痛 就瀑在爸爸身上 痛哭 林仔說自己 剛剛出來社會做事 媽媽媽因為輕微中風 短期內 都難找工作 家裏也沒有什麼積蓄 所以對日後生活 都有點彷徨 不過他說他都會堅強一點 始終只剩一個人撐著頭家 我們看看這個死者 老蔡和我太太有一個獨身子 林仔 剛剛大學畢業 開始工作 一萬多元 人工 媽媽 蔡太做文言 半個月前輕微中風 現在還住在醫院 行動不太方便 你說這些真是無償 昨天是不是很熱 我經常在冷氣寫字樓 自己開車 我當然不覺得很熱 但應該是挺熱的 好冷熱 中秋 為什麼呢 中秋奪暑 那些是焗熱 好了 昨天11點多 死者 根據那些工友說 他們的上班時間 上午五八點 至傍晚六點 覺得不舒服 吐 好 就和同事 在 上班 工作 休息 其後同事發現 失去意識 立刻向地盤 急救人員 地盤有急救人員的 和地盤主管報告 報警順便 急救人員去 立刻去到現場 和死者進行急救 但死者的陷入昏迷 沒有默搏 OK 由直升機送院後 證實不止 公友說 當日市主負責插板 開工 一兩小時 突然暈倒 滾完之後 是怎樣發生的 估計中暑 因為烈日當空 11點多 公友說 立刻和他急救 嘗試拍醒他 又用大風扇和他降溫 但是 醒醒一下才發覺 他 先看到他沒有呼吸 然後地盤的急救工人 也到場 和他展開急救了 機管局說 或者一向縱使機場工程安全 包括推出一系列的防縱署措施 改善機場施工團隊 在浩熱天氣下的工作環境 是否先執行 結果又是有人這樣走了 昨天的溫度是這樣的 一說幾度幾度就要停 定式來說 室內和室外都有指引 第一 真的要看有沒有執行 你說如果有執行 我們是否可以 將度數再降低 如果這樣 又會影響了 整體成本 看回他 一向身體健康 沒甚麼大嗜好 最多是玩玩手機 雖然有吸煙習慣 他最慘 中暑這些他們 做的時候 都覺得OK 沒甚麼事 做習慣的 怎麼會突然有些暈 這樣便來了 兒子透露 剛剛過去的中秋節 因為媽媽出不了院 所以他進醫院 陪媽媽切月餅 爸爸下班後 跟他叔叔吃飯 因為媽媽在醫院不回來煮飯 他一家人 沒有一起過中秋 他說媽媽今天去到醫院 跟媽媽說 爸爸離世後 媽媽情緒激動 不斷說要出院 他立即趕去陪他出院 一起去東區醫院 見爸爸最後一面 他說 當時母親情緒 當然仍未平復 撥在爸爸身上 凶酷 及後他已經回到醫院 留意觀察 現在血壓上升 今天呢 我倒進去工業商網權 一會的網站 他有普遍商品 但是暫時還未找到 他們的捐款號碼 但是我看到呢 在Facebook下面的留言 都有 我想 一百幾十個 RIP 那些 很多網友都問 怎樣去幫忙 其實我去到那一刻呢 我都覺得 我又不是說激動 未知之類的 始終香港人真的很好 我真的覺得香港人 好嗎 真是好 不是說什麼東方 不是說什麼太陽 什麼人間有情 就自發地 有沒有東西可以綁到手 有沒有捐款號碼 兒子未必聽到我們節目 林仔剛剛大學畢業 現在就靠他頂住 這些就是無常 明明中秋子應該人魚兩團圓 媽媽就因為 輕離中風進醫院 OK 在醫院裡面 你說 喂 老公五十二歲 我兒子剛剛大學畢業 剛剛大學畢業 就是叫 剛剛 我兒子捱了 我兒子畢業了 可以幾乎兒子 突然鬆動一點 兒子就出身了 可以去旅行 行山 多點喝茶 因為在香港大學 就算你不用留學 他幾皮的學費 大哥 是吧 所以說 有餘力的朋友 真的 盡量去幫人 永遠沒有錯 另外 我覺得這件事 很好笑 酒店千劫女工 聽見 她兒子 在學校被人說 是野仔 就認為 是她一個 已經交惡了十年的朋友的兒子 去散播這些流傳 即是散播她兒子的野仔 於是她要求朋友 兩兒子 就是和她家惡的朋友 那兩兒子 道歉不果之後 她就反而在社交媒體上發放 這個朋友母子的個人資料和照片 又說她朋友在樓下做雞 快點撞車 發快死 反乃野 女工早前承認四項起底罪 今日被主裁判官隨意微 說她就算對事處不滿 都不應該將對方的個人資料放上網 還牽涉一個十屬的男生 案情嚴重 就判女工囚三十日 其實她已經 囚三十日 真是有很多減刑 好 好了 女被告鐘柳彥 44歲 在酒店裏做清潔 承認那個未獲資料 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 而對該披露造成傷害罪 辯方早前透露 事主 X的兒子 在學校 辯方律師說 X的兒子在學校散布留言 說 被告的兒子是野兒子 令到被告的兒子在學校被人孤立 於是被告 就是現在坐牢的被告 就要求X和兒子道歉 當然她不能刮你 所以就是犯案 律師說被告不等法律先犯案 至今要還押兩星期 希望法庭能夠卿判 我還押兩個禮拜 坐到兩個禮拜 其實案狗在什麼呢 當然她又不能看報紙 又不看這個啤梨晚報 喂 現在披露別人的料理死究 為什麼呢 私隱專門公署沒有東西做 還有那時候 你經常抓那些 爆黑警 那些人 她現在不是要抓你們這些 才去平衡 當自己很公正 你不爆的死定 好了 徐以微法官判刑的時候說 即使被告和X關係轉差 因為你本來是朋友 這些好麻煩 這些兩個女人 但是對X的行為再不滿都好 都不能夠把X和他年近十歲的兒子的資料 毫無保留這樣放上網 還用樓下做雞 特殊學校 又龍又鴨 等等說話 去惡意中傷 是主母子 她還鼓勵網民進一步 去 forward她的信息 Anyway 屌你 即是按鈎的人 你又不能談 你按鈎不想按鈎嗎 OK 謝謝 謝謝大家